另外部分的乡代表对于代理乡长徐玉胜上任之后 乡镇工作似乎停摆一试提出了质询 要求乡公所针对约聘雇人员的任用 以及行政效率太差等议题要提出检讨改进 万柔乡长徐金生因案遭停职处分 有77岁的徐玉胜代理乡长一职 而新的乡镇团队执政近半年 乡镇推动如同停摆 乡代表陈林综艺执询时 针对乡公所约聘雇人员任用 以及公所行政效率差等议题提出了执询 希望公所团队带人要用心 不要把前朝恩怨都牵扯进来 让乡镇推动早日不上轨道 大部分都是在建设系 所以建设课里面的人要是不强 你说你要把这些工作做好 我真的是不敢相信 最近牧鸟长也告诉我 有心境的人员是他有专业的一些技术 但是跟实物经验充足的人比起来 做起这个工作 有些地方还是有很大的落差学习 所以这个用人呐 是一个非常要用心的一件事情 现在很多我们的业故人员是一个月一聘 是不是有这样的状况 假如今天是我一个月一聘 我不会有那个心认真在这边工作 因为我会想到我下个月我还能不能在这里生存 这个一个月一聘什么道理我真的不懂主席 主席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月一聘呢 会导致将来我告诉你们很多我们可以用的人才外 这个制度你们自己去认真 陈林综艺强调 新的团队显然因为业务不熟悉导致乡镇推动延迟甚至是停摆 这对万荣乡民来说并非是大家乐见 尤其月聘雇人员还出现了一月一聘 这不仅留不住人才 对于公所团队的向心力更是大打折扣 幕僚要全力的协助乡长推动乡镇 也期盼公所团队提升行政效率 人事加强查勤 让各项业务能够顺利推动 记者陈晓晶 万荣报导 人事矩务不熟悉